我有把它再截圖了,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,剛剛這地方有個星號,然後1加密,我圖有把它縮小一點,你可以自己再把它稍微看一下,點進去看 然後2加密,然後2的話就定存,3就啟用,啟用的路徑大概就是在這裡,大概就是 爭議集,就是我們制定功能表的下面這邊有個爭議集,執行它,這邊會跳出爭議集,如果你剛剛的那個檔案有存對地方,它會出現 而且那個的名稱就是我們原來的檔案的名稱,會有個邏輯函數,你把它打個案確定,那這樣的話以後你開任何的檔案,都會出現你之前放的那一些 制定函數了,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你要再改的話,那就直接再把它蓋過去就可以,所以你將來的話 直接如果做完你就再把它另存,然後把那個爭議集蓋掉,那就會有新的,會update進去 不過呢,如果如何把它刪掉,那當然同學有問到,因為之前我好像有教到怎麼加上去,但是他不會把它拿掉 拿掉的話特別注意,你要先拿掉之前倒推過來 其他命令,爭議集裡面有沒有,把它執行,把它打勾取消就好了,它就不會出現了 OK,但是那個檔案還是存在爭議集,只是說它沒有被啟動而已啦 所以如果你要徹底的把它刪掉的話,有個方法,你就再另存新檔 然後呢,找到那個爭議集,因為它自動會跳到這個目錄嘛 那我們不是要存檔,我們只是要找到它之後按右鍵 把它刪除掉就可以了,那它就會徹底不見了 倒推回來,OK,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,來發佈那個你寫的置領函數會稍微簡單一些些啦 OK 那其他當然還有其他方法,不過我覺得其他方法可能會太困難了 像還有什麼爭議集裡面,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那個,爭議集裡面有 所以,你會發現,你會看一眼,我不會把植臉的 然後,你會看到一些露物裡面有的如此 但是,你在某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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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